今天,我把龙基马来西亚分公司给告了,原因是在2024年的8月11日,我受到了不公平的解雇。 在此,我向我的前雇主龙基马来西亚分公司提出投诉,原因是我认为我的解雇是不公平和不正当的。 投诉的原因如下,第一,我于2022年11月1日被聘为龙基马来西亚分单的第一名员工,任职为人力资源部经理。 从零到一,我努力建立了人力资源部门的整个团队,并且按照公司的用人计划,实际招聘了700多名员工,为工厂的一期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尽管我做出了贡献,但由于中国方面的权力动态,公司将我重新分配工作,中国派来了五名人力资源部的经理,接替当时我一个人负责的相关职能。 然而,这些经理们的表现并不佳,导致了很多的人力相关问题。 尽管美国政策影响了太阳能产业,但是人货离不开他们的贡献。 这五位经理负责了龙基项目的第二阶段的相关工作,可惜他们越做,公司的二期工程就越糟糕。 目前他们无一例外,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主动辞职,其他四名人资经理全部被召回中国。 第三,在这五名中国人资经理来马接替我的工作以后,我被调职到行政部门担任行政后勤经理,负责管理保安、清洁、食堂和员工宿舍等相关的任务。 在我被不公平解雇之前,公司的组织架构已经将人力资源和行政部门合并为一个部门。 我在此部门担任的岗位是行政支持和后勤经理。 第四,公司声称财务不稳定是裁员的主要原因,然而他们于2024年3月28日聘请了王帅先生担任行政部负责人,工资是我的两到三倍,与他们所声称的财务不可持续性相矛盾。 除此之外,王帅先生并没有获得龙基马来西亚公司的有效就业准证,这进一步引发了对于招聘和裁员的程序的合法性和公正性的怀疑。 第五,当我对于公司的财员顺序提出质疑的时候,我告诉了公司的总经理,公司并没有按照劳工法的规定最后入职最早财员的顺序。 可惜公司的总经理表示,我可以对公司提起诉讼,因为他们相信像我这样的个人是没有人力和物力和一间大公司进行抗衡的。 第六,我已经附上支持我主张的相关文件,包括我的雇佣合同,解雇信以及其他显示解雇原因的相关的文件。 我恳请工业法庭审查我的案件,并考虑我关于不公平解雇的主张,我寻求恢复我原来的职位,我愿意根据法庭要求提供任何额外的信息或者出席听证会。 这个是马来西亚的员工关系部门对我的案件的接受,并且在14天之后会有一个进一步的更新。 在明天的视频呢,我将向大家揭露,在2023年8月8日,就在隆基马来西亚分公司办公室的对面的仓库,我受到了性骚扰。 当时我对这个事件进行了正式的投诉,明天我将会把这个事情的经过,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叙述。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